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暑假內臨,意味著一個學年終結 大批畢業生踴現市場 雖然今年經濟情況很轉 但不少機構在聘請新員工時 都較以前緊身 勞動市場競爭激烈 有不少年輕人嘗試創業 幫自己找一條出路 但如果想創業又是否像想像中那麼容易呢? 我們一起看看以下幾位年輕人的創業故事 陳雪姬報導 這裡是位於葵聰的一間補習社 由三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一起經營 分別有剛剛畢業的嘉豪 現在就讀工商管理即將畢業的Ivan 還有他的同學阿凱 由於他們都是香港城市大學出身 所以將補習社命名為城市教育中心 嘉豪在畢業前的一年已經打算出來創業 所以就找來Ivan和阿凱合資開辦補習社 他笑言他父母起初豪不知情 但知道了之後都不太認同他的想法 他早上覺得 他覺得為什麼 你到大學生 為什麼你不做公務員 公務員都有萬多元一個月 在公司廠也未必有一萬元的工資 他覺得我有點而傻氣 雖然現在補習社的生意上了軌道 但嘉豪說他們的路並不易行 因為可補習社的資金有限 為了減低成本 無論裝修、派發書傳單張、準備隔壁等等的工作 都是他們自己一手包辦 而補習社的物資 例如練習和書本 都是後期盲文添置的 而且同行競爭大 所以最初幾個月都會虧本 上年8月一開業的時候 更多試過只有一個學生 他們訂的收費 要比其他補習社低兩至三成 才能夠保持在區內的競爭力 Ivan也直言自己為了開辦補習社而犧牲了很多 也明白這就是打工和自己創業的分別 創業雪兒行難 Ivan究竟沒著什麼信念經營補習社至今呢? 因為創業難 其實創出來不是很難 但如果你繼續這樣做下去就很難 因為很多誘惑在香港 這樣可能有時打工做不穩定 但如果你不肯堅持就很容易放 就是走回到那個勞工市場 家豪說他們已經準備好 在畢業之後大展拳腳 開發這一區的市場 又或者會導第二區發展 對於家豪他們這盤生意 我們問過不少相關的專業意見 城市大學市場可系的曾博士認為 他們的生意可行 亦都很欣賞他們創業的勇氣和毅力 但他強調同學創業之前 亦都需要視乎自己的資金和能力 要做一個比較成功的企業 不光有專業方面的知識 另外一個也跟社會上 他們的適應程度 適應能力有關係 如果這些方面 或者社會經驗方面又不太足的話 他們應該還是先去工作 先記載一些經驗會比較好 他亦都面向其他年輕人 就算有目標都要有周旋的計劃 肯堅就自然會成功 希望大家向著理想繼續努力進發 城市電視陳雪姬報道